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VPN Pro的公司做了一项调查 就是在全球100家翻墙软体 就是VPN的经营者当中 中子机构控制了其中的28家 接近三成 那么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 中共是一手加高墙 阻止中国大陆的网民去访问境外的网站 另外一方面又是搜集梯子 就是说尽量把那些破网的软件 那些翻墙的工具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 都是为了阻碍信息的流通 目前这个报告是第一份 就是关于VPN经营者领域里面中资渗透的情况 中共这种控制信息的手段 实际上对中国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 也有阻碍 也有害处 因为经济的互联互通 它与信息的自由流通是相关的 同时中国的研究者和学者 他也需要与外国的同行保持联系 因此中共为了抵消这些方面的负面影响 他就一定程度上允许这个VPN经营 就是翻墙工具经营的存在 但是他要做的就是尽量把它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 那么现在所了解到的情况 就是这些VPN经营者实际上很少对消费者透露 就是他背后那个母公司是谁 然而这部分信息实际上对广大的个人用户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个人用户他如果知道他使用的VPN 实际上是被中资所拥有的话 他会慎重考虑是不是不再使用这家VPN服务的 因为个人用户他本来他翻墙的目的就是想隐身 就是想去获得一些中共不想让他了解的信息 所以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还有他从事了哪些活动 所以这里我就只能是说 如果您是使用的境外的VPN服务商提供的服务的话 那么尽量选用那种做出过承诺 就是他是不会收集用户资料和用户记录的那些服务商 另外一方面一手加高墙 一手收梯子的这个举动最近可能还会加大力度 因为中共目前他感到整个国际形势对他压迫很大 所以他在国内一方面在民间强行推去洋化运动 就是又改洋地名 然后又不准过洋节 好像就是杜绝西方的意识形态 不管以何种方式进来的 总是都要把它隔绝到中国社会以外 另外一方面他党内自上而下的 搞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的主题教育 实际上就是搞整风思想清洗运动 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 他可能各方面对信息的管控力度都会加大 目前是这个背景 所以像收购VPN服务商这种行动 可能以后他所投入的还会增加 那在这种形式下中国网民如何才能做到这种信息安全呢 那么还有人说就说他不谈一些敏感话题 那对这些人是不是就真正的安全了呢 对中国网民来讲要做到绝对的信息安全 其实是做不到的 当然对中共来讲做到绝对的信息控制也是做不到的 对中国网民来说呢 提高信息安全呢 其实主要是一个增加这个信息过滤的麻烦的问题 就是对中共来讲啊 他哪怕控制了VPN嘛 但是他要掌握广大用户的全部活动记录 那是海量的数据 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 所以呢他目前也是做不到 是说你只要访问了境外网站 看了一些敏感信息 他就会一对一的找到你 他目前所能够做的最多只是说收集数据 然后呢分析用户的行为习惯 建立起这个用户风险分级 做这种大数据的分析工作 那对中国网民来讲呢 其实是你只要给他增加一点难度 就是稍微增加一点保护的话呢 你的这个安全程度就会大幅度提高 因为他处理不了那么多信息 他的那个管理资源啊 没有那么充分 谈到中国大陆的信息安全呢 其实涉及到两种风险 一种风险呢 就是你获取真实信息的过程中 因为你获取到的信息 是当局不想让你知道的 这部分呢是可能有风险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你不了解真相的风险 就是你获取信息有风险 信息匮乏同样有风险 这两种风险都存在 那哪一种风险大一些呢 你如果是获取当局 不想让你了解到的信息 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有一些人翻墙不慎 从而被公安请去喝茶 或者是茶水表 按大陆网民的说法 另外有一部分人呢 是不了解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 从而蒙受损失 比如说在2015年 在这个墙外已经有流传 所谓国家对旧市资金 有可能撤出股市的情况下 中国大陆网民完全懵懂不知 最后还有一大批散户往里面扎 结果呢 在高价接盘成了被收割的韭菜 股价一狂跌的时候血本无归 再比如说在去年到今年 那个互联网金融暴雷潮的风暴当中啊 就是有一大批网民 他不了解这几年当中 对于P2P网贷平台 正反两方面的讨论 那么他觉得好像这个 互联网金融平台很安全 投入很多钱进去 血本无归 再比如现在 中国的小型城市商业银行 是风险集中爆发的时候 还有企业债券 这个违约集中爆发的时候 那么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啊 那他还是把钱往里面投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了解 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这个信息 蒙受损失 那么有些人损失是很大的 可能这个一下亏掉上百万元的都有 那么咱们对比两项风险 哪个大一些 每年都会有一些人 因为翻墙不顺被请去喝茶 但是呢 我认为这部分人怎么也不会有 在互联网这个金融暴雷潮当中 损失超过一百万元的人那么多 所以总的来说呢 虽然获取真实的消息有风险 但是呢不了解真相的风险更大 我们看到这个香港当地事件7月9号 就是林郑月娥召开发布会 说这个逃犯条例的这个情况 他用中英文都说了 中文是说寿终正寝了 英文是说the bill is dead 但是呢 你觉得这是修改条例彻底失败了呢 还是有复活的可能 逃犯条例修订案呢 应该是在林郑月娥这一届政府任期 和本届立法会的任期之内啊 应该都不会被重启了 但是他这个说法说 the bill is dead 寿终正寝 在香港的这个正式立法的术语里面 并没有这个说法 他在立法会要不然就是提案被撤回 要不然就是被搁置 寿终正寝是一个很文学 很修辞的说法 现在香港的反送中人士和民主派人士 基本上是不接受这个说法的 因为他毕竟没有正式撤回嘛 那林郑月娥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那我觉得一方面呢 他是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表态 因为香港人的抗议接连不断 而且还不断的是有这个香港年轻人 就是舍弃生命嘛 就是争取民主 那么这种情况下 刺激香港的这个民情不断高涨 那北京那边受到的压力也比较大 因为英国和美国都为香港的事情出声了 而香港这个事件呢 是在中美贸易战整个大背景之下的 所以北京是不想把这个事情搞得太复杂 习近平呢 就想和香港的危机啊 尽量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的话呢 就是尽量让香港政府自己去收拾烂摊子 所以林郑月娥压力比较大 缓解这个民愤的责任呢 主要落在他头上 他觉得呢 在一系列的抗议示威 又有一系列人自杀 这种情况下呢 他有必要做出进一步的表态 表示退一退 但是林郑月娥又不想直接说撤回 好像是反送中人士提出的诉求 他就直接签收了 这就表示对方完全胜利了 所以他就想在这两者之间 找一个中间地带 就说这个提案收中正寝 为了避免这种修辞所带来的多种解读 他用英文说的辫子 be you is dead 就是表示这个提案 他今后不会再提起了 他基本上就是表达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呢 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林郑月娥是一个非常圆滑 经验很老道的政客 但我们知道这次香港人抗争呢 有一条诉求是林郑月娥下台 但是在7月9号这个发布会上呢 林郑月娥就说到是 仍然有热忱继续为港人服务 那这是否意味着他拒绝下台 他的意思呢是拒绝辞职 就在林郑月娥说 还有热忱为港人服务之后 中联办也有一个声明 就是说支持港府施政 那意思也是挺林郑月娥留任 他们两者的行动呢 是搭配在一起的 但是既然都做出这样的行动呢 也就表示要求林郑月娥辞职这个压力 对他们双方 林郑月娥和中共 确实都产生影响了 那我觉得呢 既然林郑又退了一步 目前承认那个提案已死 那么离他辞职的这个目标 应该说是又近了一步 假如到明年立法会改选之前 林郑月娥还在台上的话 那么中共其实是会感到很大压力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 他林郑会成为香港建制派的 一个巨大负资产 就是他实在太不得民心了 所以呢 香港建制派人物呢 要想赢得选举的话 就得尽量和林郑划清界限 那么那个时候 就有可能出现整个香港局势 建制派的大溃败 当这一幕出现的时候 那么谁把林郑留任的 那么谁就要承担责任 那么也就是说 习近平那个时候 可能就会承担责任了 这就和他想和香港的危机 保持距离的这个初衷相比处了 所以说对港人来讲呢 目前就是要坚持林郑月娥下台 这个目标一直保持下去 最好一直保持到明年 林郑月娥下台 有一个很实质的意义 就是 虽然特首北京可以清点 他可以操纵选举 那么相当于民众 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行动 罢免他 那就相当于民众 回收了罢免权 这就使得这个中港之间的博弈 进入了一个新模式 那我觉得在修改基本法 从而这个使得特首和立法会 都能真普选 这个目标实现之前 促使林郑下台 是一个很有实质意义的 阶段性成果 但是像你刚才所说的 即便林郑月娥下台 其实离真正香港实现民主 也还有一段距离 因为只要中共在 其实就很 香港就很难拥有真正的民主 对吧 所以就这 像这次这个香港市民 大优行里面 打出一个横幅那样 要解体中共 中国才有未来 香港才有未来 好 谢谢文章 谢谢严征 好 观众们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 最终部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pur Jesu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